女人赤裸着身体摆出一副雍容的造型 不算苗条但韵味十足 男人聚精会神的作画 细腻的笔风 把女人的身体完美地呈现在画板上 女人饶有兴致地谈论起谢克夫 一回头 一张无法形容的脸 瞬间拉垮了整个画面 包牙黑斑还有数不尽的痘痘 女人最不想要的东西她都有了 然而她却并不在意 仍然在用眼神向男人传递某种信息 就在男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隔壁房间传来一阵男女之声 男人赶紧打开收音机化解尴尬 王彩琳是位人民教师 她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 相反她拥有傲人的天赋 她的歌声足以让她登上世界舞台 可惜的是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赏识 然而她并没有放弃追逐梦想 为了摆脱这个偏僻的乡镇 取得北京户口 王彩琳不惜花费重金疏通关系 然而买户口这种事对她来说并不光彩 于是她编造了一个完美的谎言 对外宣称北京中央歌剧院看中了她 正在积极为她办理精精手续 用不了多久 她就会离开这里 没有人对此产生过怀疑 因为她的声音 的确够自个进入中央歌剧院 每次大喇叭里播放王彩琳的歌声 周宇便会驻足欣赏 她羡慕王彩琳 欣赏她的才华 进而渐渐产生了爱慕之心 为了接近王彩琳 周宇想拜她当老师 于是她在好友黄思宝的配同下 找上了彩琳 然而却被一口回绝了 除了那头飘逸的长发 周宇浑身上下没有半点和艺术相关的东西 不过是她运气好 王彩琳为了熟通关系划光了所有积蓄 但还是不够 于是她只好答应周宇拜师的请求 以此来赚点外快 周宇兴奋到了极点 在王彩琳面前高谈扩论自己往日的辉煌 然而彩琳的目光 却落在了黄思宝的身上 黄思宝也是为志愿为艺术现身的有志青年 而且她最大的优势就是坚持不懈 连续五年一口落榜 依然没有让她心灰意冷 甚至不惜篡改户口继续考试 只是她的能力实在不足以支撑梦想 这一切在王彩琳眼里都不重要 她看中黄思宝的 正是她与众不同的气质 王彩琳主动找到黄思宝 并且答应了她做人体模特的请求 两人在艺术的感召下一派集合 当即决定逃离小城入境创当 然而当王彩琳在火车上向黄思宝表明心意的时候 黄思宝却并没有接受 王彩琳的爱情还没有到来就已经结束 然而她对自己的未来却并没有就此放弃 你敢相信这个满脸黑斑 一口包牙的人是蒋文利吗 实力派演员的伴仇真是有勾拼的 王彩琳辗转京城各大各剧院 不知疲倦地展示着自己的才华 然而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 人满为患户口编制 各种理由她听了个遍 没有人说她丑 可她心里清楚这是她唯一的印象 回到小城内破落的宿舍 彩琳心灰意冷 然而黄思宝却突然造访 刚一进门就一头栽倒在地 扭曲着身体哭得像个孩子 看来今年的一口 她又落榜了 王彩琳心里砰砰乱跳 自己心仪的男人就在面前 这可能是她唯一告别处女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 王彩琳满面红光兴奋一场 特地精心打扮以衬托自己的心情 然而她的好心情却并没有维持多久 黄思宝行后闯进学校 站在操场上大喊王彩琳的名字 她无法接受自己被利用的现实 一心想要登上世界舞台的 她被当众羞辱 对方还是自己心仪的男人 王彩琳苦心惊莹的形象彻底粉碎 于是她选择解脱 当天晚上彩琳穿上自己珍藏多年的华服 爬上高塔 纵身跳下 然而她却被茂盛的枝条挡在了天堂门外 周宇听到消息后特地跑来看望王彩琳 还告诉她黄思宝已经去了深圳 彩琳为了挽回颜面 编造出另一个谎言 我为她放弃了进北京的机会 她也只追我 我被她的勇敢给打动了 我想留下来接受她 等我把决定告诉她的时候 她反过来说她不爱我 周宇替她打抱不平 臭骂了黄思宝一顿 并且对王彩琳的故事毫不怀疑 或者说根本不在乎 她只想得到王彩琳 至于她经历了什么 并不重要 周宇来到黄思宝家 把王彩琳的落花摆到黄母面前 说黄思宝因为骗了姑娘才会逃往深圳 如今女方要和她对不公堂 黄母一听慌了神 按照周宇所说破财免灾 周宇用这笔钱给王彩琳买了个BB机 本以为可以借此增进感情 却没想到被泼了一盆冷水 我是你吃血淘一口 也不要烂性一口 走 感情就是这么回事 腔扭的瓜不甜 坚持自己可能并不会得到圆满 但随波逐流确实必定得不到幸福 王彩琳坚持了自己的判断 把唯一的爱慕者拒之千里之外 但对于钟爱的歌场 她始终都没有放弃 为了能够展示歌后 她参加了民间艺术团 在这里 她又认识了一个男人 为了证明自己 这个男老师强暴了自己的学生 电影院门口的广场上 穿着白色紧身裤的护筋圈格外乍眼 她表情包满无资优雅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然而观众却并不买账 无情的嘲笑逐渐演变成起哄 老乡们对这种包着屁股的舞蹈 显然有着另一层理解 相对来说 他们更喜欢手持大红舞扇 完全看不出人体线条的大洋格 胡金泉慢慢受惠笑容 递着头跑下台去 演出还在继续 王彩琳走到广场中央 优美的高音瞬间回荡在空气之中 瞬间勾起了观众们浓浓的睡衣 她的遭遇比胡金泉好一点 至少没人喊着让她下台 王彩琳和胡金泉就像是毕加索的话 没人欣赏还不如一堆垃圾 胡金泉的心里只有芭蕾 十几年如一日从不曾放弃 不过和王彩琳不同的是 她从来没想过要登上世界舞台 她只想跳舞 不论在那 然而她软眠的个性却总是遭到排斥 让她感觉根本无法融入到社会中 离开了舞台 胡金泉就是个怪物 在这个城市中根本没有她的位置 王彩琳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丝曙光 这是第一次有人可以分享她的快乐 于是她再次找到王彩琳 希望可以和她假结婚 以此来摆脱世俗的困扰 一心一意投入到舞蹈当中 然而她想错了 王彩琳和她不同 她是喜欢世俗的 并且还决心凌驾于众生之上 漫天大雪之下 胡金泉忍不住哭出声来 十几年的坚持让她的精神饱受摧残 如今唯一摆脱世俗的希望就此破灭 她只好选择极端 第二天的舞蹈课上 她把一个女学员带到厕所 撕破了她的衣服 当所有人都感到诧异的时候 胡金泉却毫不在意地走回舞池 在音乐声中肆意地舞蹈 她也是仍可以理解的方式 展示了自己男人的一面 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归宿 胡金泉失去了舞鞋 却依然可以点起脚尖 依然可以饱满地微笑 自信地旋转 王彩玲实在不忍心看下去 高墙内外 到底谁是怪物 王彩玲终于放下了傲慢 开始融入到世俗之中 她开始关注自己的面容 也第一次走进了婚姻介绍所 但她没想到 这个婚姻介绍所的老板 居然是黄四宝 黄四宝从离开之后 就放弃了绘画 并且在深圳体会到金泉的魅力 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王彩玲在街头和她死母相对 然而彼此却都没有多说一言 世界是公平的 她可以改变你也可以改变她 王彩玲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心仪的男人 但她并没有妥协 而是领养了一个女儿 并且放弃了教师的工作 以脉肉为生 当她带着女儿来到天安门广场 年幼的女儿被不远处的小学生吸引 王彩玲在她的眼神中 看到了憧憬 就像当年的自己 每个人都是王彩玲 每个人也都是周云黄四宝 我们的一生其实就是在和自己博弈 所以结果并不重要 因为树营都是自己 大本人是いる 这个下迹就不是 建议 所以 是